手指不动一百千节 把握住我们此期的这个应言 那尤其是我们那边菲律宾有这种需求 会需要人人和心协力来成就来完成 尤其是救灾救难的状况 当然更有指明说救灾的人 第一个要有那个平安的一个观念 第二个就是要戒身虔诚的一个观念 好 菲律宾这一两个月以来 真的是灾难接连不断的发生 看到慈激人去发放 受灾相亲非常的欢喜 而赞言上人也特别叮咛 人人务必戒胜虔诚 此一志工深入到灾区 也要以自身考量 也就是安全为优先考量